我让它 run 了之后 然后让它一直跳 它就一直串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的画面 它就自己动了 所以你跑回圈 你就把这个清单给它 然后就一个一个去产生之后 我背后其实就是把底下的表格资料抓下来 然后把它存到 CSB 里面 CSB 存档方式前面讲过 就是先给栏位名称 然后把资料放在中间 中间加凸点 然后尾巴记得加一个方法 然后就是抓抓抓抓 抓完之后就存档 OK 存档之后 把它存成叫观测站.CSB 所以理论上 如果没有问题 应该会在我的C列底下的 那个Python的那个 专案的位置 里面就会有个观测站.CSB 那如果打开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有那个七个栏位 里面的资料了 OK 各位可以看到 123456 七个嘛 然后把它栏宽调一下 好 有没有 七个测站 好 有没有 那个 这个七个栏 七个栏位了 OK 七个栏位 那资料通通就抓下来 包含就是它的测站 纬度 海拔 测站时间 跟地址备注 那就OK了 那他们一个做完之后 其他 台北市做完 那新北市也可以 无法耗制 只是说还要再跑个鬼圈 复杂度蛮高的 算了 我就到此打住了 OK 不然后面就越来越复杂了 但是真的蛮好用的 以前你真的要需要找一个人 在那边慢慢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写出来 那其实基本上简单多了 那我这个程式 已经算很复杂了 然后我要把它引一段结果 这一段其实就是把它 一样复制 复制 然后贴到 一样是贴在 所有 所有的这个 抓整个这个 因为这个好像后来有改一些地方 我把它再 贴到这里 OK 这个是最后的版本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自己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城市已经是 相当相当的复杂了 而且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改版 什么改版 因为这个station 这边的一个station 这个篡列 其实里面的资料怎么来的呢 其实 最早是用土法链钢 把它从原师马里面抓下来的 但是其实理论上不应该自己手动去抓这个清单 而是应该是 用爬 有没有 你可以用那个爬虫 先去爬 爬 爬哪个地方 爬这个里面的资料 这个嘛 这个里面检查一下 就是把这里面的资料先爬出来 变成一个篡列 不过 不过 难度又蛮高 其实怎么爬 我其实已经有爬过了 只是在下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在0608的下方 其实又爬这一段的那个城市嘛 OK 不过 已经算是 非常复杂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光这个网站 你要玩就玩 玩不玩了 把这个资料从 这个好像是中央气象局的网站 而且中央气象局还更多 其实除了 测站之外 它还有 什么气温 湿度 还有一堆 中央气象局 光要爬中央气象局的资料 就爬不完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延伸性的 请各位 自己再玩玩看 这个其实 刚刚的那个这一段词 所以刚刚主要是 弄了这个 先抓一个 OK 所以你们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 0608 的第八页 如果你一个OK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抓全部 那全部里面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是这个 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串列的清单 那个清单就是 它上面那个清单里面的文字 那我就是给那个文字 它去把那个文字里面的内容 先让出来 然后把资料抓出 那抓出来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底下这边串接 串 主要是串这个 先给一个栏位名称 这个如果 我以前有印象的话 我们其实也做蛮多的 然后 存档的话 基本上就是串 串成一个 因为我是用format去把它串在一起 中间加豆点 所以用format总共有七个栏位 所以七个大瓜糊 再加上一个换行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不过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我尾巴加一个strip 因为它尾巴有一些像是换行 好像换两个 所以如果这个没有加strip 会出现很多不应该的换行 OK 所以这边有加这个东西 其他存档这就不用赘述 因为存档就三行 先给一个csv档案 然后把它写进去 关闭就OK了 好 那大概是这样 最后把那个浏览器关闭 这样就完成这个动作 甚至 后来我发现其实 它跑会很慢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要把它开起来 后来我想一个办法就是 干脆我让它背后跑 就是执行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是直接跳浏览器出来 然后它把视料装 其实虽然你大概知道它怎么跑 我们那个画面其实是可以不要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画面不要让它看到的话 其实我这边云端上还有放那个就是 如何让画面不要看到 其实就是加一个参数啦 叫做headless 那其实就是把这三行 我印象中是把这三行加一个headless 就是这三行 要把它注解拿掉 然后呢必须要在这个 这个什么web Chrome 这后面 路径的后面再加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 就加这个 ChromeOptions 等于ChromeOptions 所以你就是在这边 后面还要加一个逗点 这个逗点就是叫什么 ChromeOptions 等于ChromeOptions 因为它里面有多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 要不要让那个浏览器被看到 因为我们预设是被看到 但是如果你被看到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电脑必须要画那个画面 然后要一直不断变动 所以会消耗那个CPU跟系统资源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跑快一点 很简单 把画面关掉 不要显示就好 好像相对的 你的记忆体会用的比较少 跑的会比较快 所以这边的话 后面是多衍生 所以你加了之后 我弄一下 理论上这个如果加上去之后 它画面应该就不会出现 有没有 你那个刚刚的 但是它背后还是会跑 会跑刚刚的动作 跑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下方应该会显示出来 这边会有分音的东西 表示它在背后跑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希望让那个 这个尾巴加一个 这个哪个地方 这个哪个地方 路径 在这里 这个后面 加一个斗点 这个路径后面加一个斗点 然后 Chrome options 等于Chrome options 这样子 它就会把那个画面关闭 然后你会跑比较顺 在背后跑就好了 OK 大概是这样 好 神经理尼尔大概是补充到这边 基本上爬虫应该就蛮完整的 所以如果你从前面的一直到后面 神经理尔你也都能够熟练的话 我相信剩下来就是你要去找一些网站 试试看 如果你就可以把它熟练 我相信应该用途还蛮广泛的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的工作 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东西 尤其像点来点去 Ctrl-Z,Ctrl-V,C 那当然绝对是不需要了 OK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取得 这个网页上面的所有资料 并且制作帮你存档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 大概网页扒取部分 大概就先到这边 剩下来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针对 后续还有像那个什么 像Pandas 或者是Med Prilet 绘图 那这个部分我是觉得 那个证照考试的这个 里面有几个题目 其实出得还不错 而且还蛮有系统 而且它有个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呢 如果你未来想要取得证照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拿这个题目 把它练熟 那就可以参加考试了 但是特别注意 考试跟实际上的练习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考试你如果要通过的话 它是有规定的 也就是你要按照它的规定 你就可以通过考试 跟各位讲哦 它这个考试蛮特别的 它这个考试 并不是要你把所有的程式码都写出来 它有点像考填空题 也就是说呢 它大概80%的程式都已经给你了 剩下来你就是把那个没有的程式填上去 这样就OK了 那填的要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试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固定程式码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很多种写法 但是它只要求用它提供的程式码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 我是觉得比较不好的地方 不过 当然有个好处啦 就是说反正为考试嘛 它就是这样设计 那你就知道有这样设计 如果你是针对考试 那你就固定 可是如果你只是练习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用各种其他的方式来解答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哦 请各位看一下哦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前面第一类跟第二类比较简单 第一类基本上就是抓那个 前面讲过像CSV 像Jason Jason格式 有没有 所以101的话 它是抓Jason 那这个 这个Jason档案在哪里呢 其实我是把它放在旁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Jason101 这个 有个read.101 你把它下载 不过 可能要自己再加上 点Jason 因为副档名 我就把它拿 因为如果副档名拿掉 放上去 它好像会 会帮你转换 所以这里的话 你把它下载 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个副档名 那 另外的话 102 这个也是 这个是CSV OK 我跟这里讲 这个是XML 所以101是考你那个Jason 102是考XML 然后其他的话 这个是考 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格式一般比较少用 那前面的那个档案部分 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前面其实有讲到类似的 所以我们看直接 就先来看那个第三类好了 第三类的话 基本上就是跟那个Pandas 比较有关系 因为跟那个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网页资料截取分析里面的301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把那个301提 因为先生会看一下 那他有一些题目的要求 然后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主要有几个这个需求 他是希望做出这个结果 所以底下有一些相关的结果 总共会需要做出有四个结果出来 第一个的话呢 你们各位设计说明里面 第一步的话 第一个需求是 他希望把全部的学生的成绩 把它列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列出最后后两个 总共有四个学生 他列出后面两个 然后再来那个自然成绩 递减排序 并且修改成绩 也就是说 如果在Pandas里面的那个Data Frame 我们怎么进行 资料的查询与修改 OK 重点在这里 所以这个题目部分呢 我们会需要档案 那档案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在那个云端上方会找到一个叫read 301.csv这个档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OK 下载下来 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 再来看有关那个第三类的题目部分